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早上7点30分左右 两名警官在该市东北部公寓大楼的一户人家中 试图执行逮捕令时遭到了多次枪击 今天是悲惨的一天 特纳说这再次提醒了人们 警察工作的本质是危险的 当局说去世警察威廉·杰弗瑞于1990年加入了警察局 而另外一名受伤警察查尔斯·万斯现在情况稳定 哈利斯县警长办公室正在对这起枪击事件进行调查 周一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与多位世界领导人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 让各国在苏格兰举行的大规模气候谈判之前采取更多行动 古特雷斯在会后对记者说 我召集约翰逊首相举行这次会议的原因很简单 这是在第26次缔约方会议之前为气候进程的严峻状态灌输紧迫感的警钟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六曾对美联社说 我们正处于深渊的边缘 我们不能朝错误的方向迈出一步 那为了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度 我们需要在2030年之前将排放量减少45% 这样我们才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 本周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正值又一个与极端天气有关的灾难结束之际 包括美国西部的毁灭性野火 美国 中国和欧洲的致命洪水 全球致命的热带气旋和前所未有的热浪 古特雷斯竟然表示 发达国家需要带头 但几个新兴经济体加倍努力 并有效地为减排做出贡献 也是至关重要的 EMS近日邀请CDC专家举办视频会议会中警告说 虽然疫情经历了几波的高峰 但目前疫情还是在激增与多种因素有关 包括高度传播的Delta变种病毒 CDC的COVID-19领导州部落 地方和领土支持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说 新冠病毒将继续造成重大的损失 尽管有经过验证的缓解措施和非常有效的疫苗 但我们看到病例、急诊、住院和死亡人数都在有所增加 6月7天平均每天报告的病例不到1万2千例 那今天这个数字是15万 平均新入院人数超过了1万2千人 CDC报告每天有近1千人死亡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 总共报告了近64万人死亡和近4千万例的病例 在这种情况下不到53%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其中6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覆盖率最高 82%接种了疫苗 而12至17岁的年轻人受到的保护最少 只有40%接种了疫苗 我们要特别关注儿童住院人数的增加 主要是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州 目前还没有授权用于12岁以下儿童的疫苗 但我们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尽可能为12岁及以上的人接种疫苗 并使用其他缓解的策略 例如戴口罩 配合全国更多的学校开学 应该同时采取多项措施 如推广疫苗接种 普遍使用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快速识别和隔离病例的筛查测试 以及改善通风等 学校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 不仅仅是为了教育 还为了我们孩子的整体身心健康 一旦我们放松警惕 就很容易传播 华语青年画家陈树珊画展 在洛杉矶夜画廊盛大街幕 洛杉矶知名桥界领袖 纷纷出席开幕时 在西方艺术界 尤其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领域 肖像绘画鲜少出现亚洲人 以及亚裔美国人的面孔 肖像绘画以画笔将现实映现于画布 目前陈书商的绘画作品 正是针对此种缺憾而创作 陈书商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硕士学位 2015年获得了布朗大学的双学士 陈书商专注于美国亚裔的画像创作 其作品曾入围了2019年AXA艺术奖的决赛 2020年获得了美国的Hope奖 多幅作品也入围了New American Painting 第141号集与147号刊 它曾获得了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这个展览就是画了17幅的新画 是想就是希望能画出亚裔的就是经验 还有就是这些人的梦想 还有或者他们的desires和emotion 然后这些画我是从就是上一年三月份 就是开始就是想起来 因为那时候那个有很多hate crimes 就是我过了这个就是这一年 就是每个星期在网上都有看到 在美国不同的地方都有就是hate crimes 所以我就跟 我就是在网上跟别的年轻人联络 然后这些人都是在Facebook 我跟他们联络的 然后有些人是在Texas 也有人从那个L.A.还有New Jersey 还有夏威夷 所以我画他们的时候是在Zoom上面 他们就跟我做三到四个小时 然后我就画他们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故事 很多这些人我就是在网上之前都不认识的 然后就因为画画就就是变成他们的朋友 2020年陈树商在纽约举办了首次各展 渴望备受好评 作品呢被专业藏家包括美国一个著名家族和瑞典 以显赫企业艺术基金会收藏 那近座呢也是刚被一家美国美术馆收藏 我是真的是很欣慰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为亚裔 因为亚裔在美国的油画里面是很少出现 所以当时他第一幅画是在2018年的 纽约的那个春展上面 那个展出的叫做等待那幅画 那个美国的很出名的一个 那个艺术评论家Jerry Salt看到他那幅画 他就在那个Instagram上面写了一记 所以他说那个西方的那个油画里面 很少见亚裔的面孔 然后苏三成正在改变这个状态这样 我跟他的妈妈呢他交流了几次 感觉到苏三成呢是一个非常的单纯善良 而且我觉得他的画呢是用他的灵魂和心灵来画的 所以说我说他的就是用他的作品来告诉我们 他对这个疫情的抗争和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说我们希望也期待他的这个画展那个圆满成功 美好的一天从可口的McDonald's Sausage McMuffin with Egg开始 现在两份SausageMcMuffin with Egg只要4块半 McDonald's早餐是您的早晨动力 请马上来品尝 价格与参与店家可能有所不同 追踪梦想城市同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卫视新闻的主要内容 更多的新闻消息请登陆ICTnews.com 我是Kiley 关注城市卫视每天与您相伴 咖啡 筹